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你今天所收看的是经济学杂志封面故事 Leaders栏目下的主要文章导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穆迪,印度的总理 Moddy's Dangerous Moment 一样把这一段丢到我们的专业位置讲解 我也比较方便各同学就说明 我们就导读第一段 各位可以看到从The Armies 一直到后面的Indian Pilot 我们提到了我们的Google翻译位置 Google翻译位置,我们边听发音来边听说明吧 我们就叫做通力合作 凌文老师与人工智慧的语音助理合作 Moddy's Dangerous Moment Moddy's Dangerous Moment 他那个Moddy没念清楚 没关系,我再把它瞧一下 再听一遍 Moddy's Dangerous Moment 他还是念不好算了 右边你大概可以看到中文 那可以看到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 又起了一个冲头 我们听听看他这一段 他说 Luming什么意思啊 人人都如此啊 连川普也躲不过 Lum就代表间接出现了 慢慢隐约出现了 各位可以看出来这个单子 Luming Luming 我们在荧幕上看看这个单子 我自己字典有收入这个字 Lum就是隐约出现 我们再来回到文章的部分 也就是说 随着选举接近 印度的选举接近 目的呢 有着手很大的压力 Act Tough 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要扮演强人啊 这个Tough算是蛮重要的基本单子 Tough 有同学看不清楚他的发音 Tough 你知道吗 OUGH的发音听说有五种到六种 哇 真的是准人呢 所以荧幕上我们来看一下 Tough 这个字也是很棒的 Tough 这个字 总之大家都要很厉害 表示我就坚决做某件事情 我们台湾好像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The armies of India and Pakistan OuGH等等 我们先听他念念看嘛 我们就不用这个交集来跟他念 来吧 我们来看印巴之间的冲突 The armies of India and Pakistan Often exchange fire across the front line in the disputed state of Kashmir Kashmir 你有听过吗 我知道这个是毛衣呢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dispute是争议 中美贸易争议就用这个单子 Exchange fire 这就是交火 就代表他们都在前线 常常叫动不动的零星打起来 上台跟中国 The armies of India and Pakistan Often exchange fire across the front line in the disputed state of Kashmir 我们再看后面 这个紧张情势不断的上升当中呢 大大就开始麻烦了 When tensions rise One side will subject the other to a blistering artillery barrage 我们来看后面的三个单子 这三个单子 我们把它贴上来 各位听听看它的发音 Blistering artillery barrage 起火炮弹 反正总之就是 砰病病 就打起来了 好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 那每个字有什么不同的说法呢 不说现在的重点 让各位知道 反正大家都就交火了 还有这个字 你要注意哦 它不是念subject 各位再听一下 When tensions rise One side will subject the other to a blistering artillery barrage 听到没有 它念得很准的 这个是人工智慧的语音助理 这个叫subject subject用法不一样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当紧张情势上升的时候 一方就会强迫使另外一方 开始回旗 对不对 这就是必然发生的现象 我们再听一遍 When tensions rise One side will subject the other to a blistering artillery barrage 有时候呢 就会更麻烦了 双方的军队会进到另一方的领空去 On occasion The two have sent soldiers' own forays into one another's territory One another的彼此 Territory Territory 无所谓 我们来看这边的说法 Foray F-O-R-A-Y 这个字呢 你可以看到了 我这边字典都已经收录了 Territory 这个字来自于Terrain 像在法语里面 它叫Later 就是地球 所以地球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土有关的 在这边你可以大概看到 Territory就是领土的概念 这边我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代表说 大家会派阿兵哥 进到对方的领域去 On occasion The two have sent soldiers' own forays Into one another's territory 我们接着在听后面 学习语言很好玩 那这个时候呢 不过后来好像稍微达成了协议 避免尴尬 我们来听听看这句 But since But since the feudin neighbors tested nuclear weapons in the late 1990s Neitherhood dead sent fighter jets across the frontier until this week 不过毕竟彼此呢都发展了核武 两边是有F-E-U-D的关系 这个F-E-U-D这有意思了 在荧幕上我们来看看 这个单子的发音 F-E-U-D F-E-U-D是仇 各位有没有想到罗密欧朱利业 对不对 对方呢都测试过核子武器 在1990年代的末期 两方呢都不敢派喷射机越过边界 直到这个礼拜 大家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件事情就是代表慢慢的事情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后续该怎么处理 毕竟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前提 印度要进张总统大选 我们再听听看 看起来就太难念了 恐怖分子 总部在巴基斯坦那边的 那就开始发动了攻击 这个攻击真够厉害的 造成40名阿兵哥的死亡 那印度当然就得回击 所以他刚刚有教导说什么东西 这叫什么 Exchange fire 交火 强迫另外一方就进入交火的回 状况 那Respond这个是回应 我也炸你 你炸我炸你 我炸你的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 这就是你来我往 这句话我们再听一遍 我们再从他前面念起 他很拒绝你那个单子 要是我未去决念 这个字Respond的话 就叫回应反应 各位同学 你不被词类变化 是一点意都没有的 你看这个字有动词 有名词 它有形容词 还有另外一个词类变化的 学习就这样慢慢的开始 这时候呢 你也知道 一方开始的 另一半就跟着回击的 哇 这你来我往 越来越激烈 就跟中美贸易战一样 他说 哇 他回报啊 回报方法怎么呢 我派出喷射机 去炸印度那边的目标 这句话我们再听一遍 如果你知道这个 报仇复仇的话呢 除了retaliate这个单子有关 其实还有revenge 你有没有听过复仇者 复仇另外一个字叫 avangers 哇 太多的复仇单子了 这句话我们再听一遍 简单来说是你炸我 我炸你 这接着来是我们再听下去 今天导读的最后一段 这下麻烦了 在后来的空战当中 双方都宣称 击落了对方的飞机 巴基斯坦还逮捕了一个 俘获了一个 印度的飞行员 这下可尴尬了 这个引速要怎么去背它 对不起 你来上我的课 我详细跟你说明 为什么它叫接下来 这边有几个重点呢 首先clain这个字有口诀 它有三个意思 再来为什么这个clain后面 会用完成式结构 这是文法的重点 雷文老师有出七大章节文法 Aircraft这个字来自于 一个单字字根叫craft 我想各位知道吗 连minecraft都用craft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语 你看这边翻我的世界 可大家都知道 minecraft要翻创世身 我想起来了 在这边里有个叫cap 又是一个重要的字根 对不对 你看cap 我这边打caption 讲讲 右边都会出现它的中文 所以cap是什么意思呢 欢迎参加联网老师的字根课程 总之 你要看懂经历学员杂志 你要相当的英文基础 单字量必须要5000字以上 如果你要看更多的内容 对你生活的影响 来看吧 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动荡的多 我导读经历学员杂志 leaders跟business栏目底下的首要文章就是如此 李温老师有9种的课程 来找我吧 在荧幕上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经历学员杂志我讲解了1584篇 全部上传的将近快6000个为课程 只有BBC的课程不断的往前迈进 各位可以看到BBC有将近288篇 事实上已经290篇了 在这边有出现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找有毅力了老师吗 我教学24年的时间 线上可能讲解7年的时间 数位功力你就可以跟你慢慢follow 我就知道我有多强了 总之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